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跟大家讲的是英国的交通意外数字 但是是有点有趣的数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原来大家在秋天的时候 将会发生,就是要将时钟调校 因为这个夏令时间或者日光节约时间将会完结 但原来根据不止一个机构的统计数字发现 之前过去很多年 每次一教完钟后,在秋天教完钟后 竟然这个交通意外的数字是增长了 究竟这个交通意外和交通意外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这个完结夏令时间 是否因为这样会促使到交通意外多了呢? 尤其只是巧合因为来到秋冬,所以情况严重了呢? 另外就是有些什么方法令到大家可以减少意外发生 在这段期间 也有些专家提供了一些意见 今次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开始之前买过广告,记得订阅和分享我这个频道 还要按旁边的铃铃有新片会立刻通知你 多谢你的支持 先讲这些有趣的数字 AA 大家可能听过 他们有做Rosa Assistance 有做验车 有很多 有教车 服务的机构 他们就是统计那些数字 以2023年为例子 到秋天 即是十月尾 大家要调整一下 要调整一下 和香港变成8个小时的时差 这个情况之下 之后那两个星期 即是调整完钟之后 那两个星期 竟然交通意外的数字 是多了11%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呢? 因为他们会做一些Rosa Assistance 即是你在路边遇到意外 需要他们帮忙 例如拖车 整车 接送你去你的目的地 他们有些数字 因为他们会认识这些 要求协助 就在那两个星期 教完钟之后 那两个星期 会上升了11% 而且 如果是Rush Hours 即是一些饭忘时间 早上班、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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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增加到17% 不止11% 即是说 会再多了 这个饭忘时间的数字 就是另外一间机构 Tesco Bank 即是Tesco银行 他们的汽车保险部提供的 即是说 AA就说 升到11% 而Tesco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看饭忘时间 甚至会升到17% 而且只是说 之后两个星期 交通之后两个星期 即不是说 进入了寒冬的时候 纯粹就是大家调回时钟之后 两个星期是14天之内 已经会多了这么多 似乎从这个数字去看 会不会真的可能 和这个调教时钟有关呢 如果你叫港珠去想 为什么调教时钟会有影响呢 我唯一想到的理由 也和刚才Tesco的数字吻合 可能原因 就是因为 大家要适应新的时间 有些人可能还未调合他们家的钟 虽然智能手机的正常应该自动更新 但有时有些人用传统的手标 或者是钟 还未调合 于是 哎呀 麻烦了 原来我约了人 我的时间错了 急急脚出门口 这些会不会有呢 因为这样 大家就开车快了 因为 趕着 于是就因为这样 而出了意外的机会大了 所以 为何是零四四 那两个星期就多了 可能就是要适应 要调整自己的时间表 会不会是这样 这是一个可能性 这也是我唯一想到的可能性 如果各位观众和听众 大家想到其他原因 为何有这么有趣 虽然那件事不是很有趣 在家庭内外 但现象也挺有趣 有两个星期是多些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你的一些估计 你的看法 有其他人就有其他估计 例如 本身只不过是因为 刚巧和我们所谓的秋冬时间 是刚巧吻合 因为我们调教时钟 正正正因为已经入了秋天 准备入冬天 所以才做调教 会不会是呢 大家习惯了夏天的开车环境 去到秋冬 尤其是这段时间 去到十月的时候 是转得很快的 即日落时间 可以很迅速 几个星期之间 做了整个小时 有多都会有 因为这个 秋天至冬天 它那个日照时间缩短 是变化得很急剧的 会不会因为这样 令到它浓缩了 这两个星期之内 或者这几个星期之内 那个适应 那些人有困难 这个是其他人有提出过的想法 就是 大家不适应得那么快 很快路面变黑 所以就令到他们 需要调整一下 他们自己的开车 尤其是旁返的时候 还有日照的角度也是 因为冬天日照是非常低的角度 几乎平射 所以很多人开车时 照射到眼睛 会容易有问题 事实上这个也可能是 因为2023年 据统计 有3600多宗的意外 是因为有些极端天气 或者太阳射到司机的眼睛 而令到它会出现意外的问题 另外同样的天气 就是潮湿 因为多下雨 这个是秋冬都常见的 有超过4000宗 都是因为露面湿滑的情况 可能只是巧合 这段时间是有些天气问题 再加上就是 适应期很短 忽然之间变化得很快 又还是夏天很干爽 和暖 忽然之间变得又湿又滑 然后太阳角度很低 又早日落 这些全部都会令到 在这几个礼拜里 令令到加剧了 听了很多可能 为何改变时钟之后 会出现多了交通意外的可能性 或者秋冬的时候 駕车可能遇到的风险是哪里呢 接着当然要说说 有什么方法避免发生意外 之前港珠有其他的集数 都有说过这件事 在冬天来到之前 大家要为车做什么准备 原来今次最近 因为新的数据 揭示秋天 凌晰多一些意外 很多的机构 包括道路安全的 倡议机构 刚才说的AA 或者Tesco Bank 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 都有提过一些小提示 跟大家说一下 究竟秋冬的时候 駕车有什么要注意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快讲讲这些 补充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和我自己的经验 首先第一点就是 调整自己的driving habits 调整自己的驾驶的习惯 尤其是前几个礼拜 当你教了时钟之后 因为你的身体要慢慢调整身体时钟 而且你和其他人的appointments 那些约会的时间 都有可能是传统的时钟手标 要教对它 要时间去调整 要时间去修正 另外就是要在冬天来临之前 做好駕车的预防性保养 来查看胎气、电池 各样东西是否有问题 尤其是胎气这件事 可以说冬天每年 我必须要做 和可能要做不止一次 就是因为在冬天的时候 駕车是稍微容易 尤其是早上寒冷的那几个小时 一趟车就是这样 駕着灯 或者说你的胎气差一点 要可能去查一查 当然这些未必构成即时的安全危险 但是长远来说 你长期駕着车 胎气是不足的话 是有些问题 这个当然跟温度也有些关系 如何做呢 如果你自己家里是有泵的 你可以去买到的 你自己去买到的 你可以自己去买到的 最重要是查看 你车的胎气 毒素应该是多少 它会写给你的 通常有个贴字 找回当时的车型号 上网都可以查到的 看看有多少压力的数字 然后去买到的 如果你没有的 也可以 你可以去油站 通常油站都有这个机器 要付钱的 付完钱之后 你有一条车型号 可以拔出来 也可以在机器设定 我要去车型号 车型号的度数 然后逐条车型号 车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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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东西都一样 可以的话 做一些小小的测试 会是令到你冬天的时候 駕駛会安全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预防性硬件上的东西 还有一些是每次駕駛前 都必须要做的 包括在冬天 要看看弹幕 车头玻璃 和玻璃窗 是否可视的状况 是良好 尤其是有武器 甚至有血伤 有雪的情况 是不适宜駕駛的 千万不要想着 隱约看到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是危害自己 和危害他人 这个是我每次在秋冬 或者下雨的时候 我一定看过 查过 我才敢开车 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性措施 另外有一个分享 就是不要靠车的自动自动 自动热门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有时候都懒 就是觉得 车正常有自动的感觉 就是看一看附近 究竟不够光 他会自己调节 什么时候亮灯 但是 第一 机件不知道会不会坏 第二 就是他感应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延避 又或者是不够灵敏 如果在很快的天黑 秋天和冬天 我自己会觉得 是不是也好 开车的时候 习惯性提醒自己 就开了车头灯 这样会是安全一点 好过靠车 去帮你做调整 这个会是有些帮助 有一个相关的提示 就是这个安全距离 通常大家都说 两秒守则 正常来说 应该是两秒守则 香港就教大家 一零零一 一零零二 在这里 英国因为极端天气 是比较多 就是我们讲的 天气不是打风 例如秋冬落雨 落雪 地面濕滑的情况 是可以很严重 再加上 就是路面有很多 这个就是英国的常态 大家开始以习以为常 所以 大家可能预松一点 在秋冬的时候 多一点 安全距离 是绝对没有坏的 而且 不同的极端天气 有不同的要求 可能由两秒 变到四秒 甚至十秒 不等的 視乎是什么的天气 包括就是 你会不会地面很湿滑 下雪 甚至是很大霧 下大雨 全部都会影响到 我觉得 不需要一定是守住 两秒 还是准备 最重要的是 自己开下去都觉得安全 如果那天的状态不好 就算是天气也好 你也比较多一点 不要只两秒 比较四秒安全距离 这个当然也会有帮助 最后还要一眼观测 留意周围的环境 包括行人 踩单车的那些 也有其他人 我不是其他人 不过 大家会阻碎猶测 有时无故在旁边标出来 如果天色已漸沉 尤其是很早已经天黑 有机会 司机大佬未习惯到 这么早 四点 三四点 已经黑了 可能 警觉性未够高 容易有机会 跟路人 或者踩单车的人 有些磨擦出事 那就麻烦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 今集 跟大家由这个比较有趣的数字 开心大发现 竟然在转了 取消下令时间之后 那两个星期 是零射多交通意外 由这一点 我们说到就是 秋冬 尤其是刚刚由夏天 转秋天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事的原因 在什么 在交通意外上 还有就是有什么 预防性的事情 大家可以做 知道大家怎样看 会否觉得有些东西 可以补充一下 或者自己经验分享 欢迎在下面留言 聊聊天 多谢你收听和收听今集的节目 记得订阅和分享我这个频道 还要按旁边的铃铃 一有新片会立刻通知你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